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很简单易做的香茅焗鱼柳 这里有一个在超市买的巴沙鱼柳,就是冰的,开了冰 鱼柳来说,我觉得是主腹的一物 又不用刮轮,又不用挑骨,搞定了 第一样东西开完冰之后,就是用厨房纸吸干的水饭 因为它是很濕的,吸干一点 再醃它的时候,它可以入味 吸完水份之后,第一样做鱼,我多数是这样的 我们用盐捏一下,尤其是冰过的,海鲜 我们通常都会加少许盐 四分一茶匙,每边一半左右 用手搅上去捏一下,让它入味 反转它,倒下其余的 下完盐之后呢,我们就下鱼椒粉了 我就会用百分一茶匙,鱼柳就二百克 便捏一茶匙,搅拌至鱼琴 搅拌一过去,再搅拌一过去 搅拌一过去 含拌到鱼精 然后呢,就下鱛酒 倒入1茶匙 搓入去 留在这边 搓匀整个生辣 接着是1茶匙 我用超市的 每边加些 搓匀 如果想用鲜榨檬汁没问题 没所谓,除了你 接着是姜蓉 1茶匙 搓匀 另一半在这边 1茶匙香茅碎 你去超市冰柜 可以买新鲜香茅 可以 除了你 如果你是像我那样 买超市一瓶 回来 你找个铁匙骨 铁匙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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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杯 现在舀均 直接搅匀 早可待签西铁匙铁匙五岁 各个大C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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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 今日はvem骨哈喊 芜匙中 按摩一下它 让它均匀随从味道 入味道 醃好之后放好它 把姜糕放进去 我们基本上和鱼身做完按摩 按摩之后就调成酱汁 用生抽2汤匙 鱼露1汤匙 接着是蜜糖 我平时煮香茅 你见我加砂糖 但我烤的东西多数会用蜜糖 因为我觉得蜜糖烤出来的效果更好 它会有颜色的水 比用普通白砂糖 放进去 这时候我们再加一点 就是葡萄醋 葡萄醋很香 它焗完之后 那些东西都很香 加1汤匙 不是1茶匙 不好意思 就加1茶匙葡萄醋 不用多 太多就太酸了 接着我们拌匀 这个酱汁 我们主要来说 就是这几个步骤 做了腌的步骤 先拌好酱汁 就淋到鱼里 放在这里 我会腌成1个小时 所以譬如我现在这样摆到 我半个小时后 就和它反一反身 暂时就这样摆到 用保鲜包住它 用保鲜包住它 醃了半个小时后 就记得 反一反它 让它两边都入味 好了 反一反它 盖转它 再半个小时后 我们就会入炉 那待会再说 好了 又过了半个小时 那条鱼已经焗了很久了 你见我焗盘这里 就买了一些 红椒 黄椒 和一些青椒 这里每样半个切丝 总共刚好220g 那我呢 那我呢 就反一转鱼 放下去 那就和这些椒一起焗 那就把汁淋上去 那我就已经预热了 那我呢 那我就已经预热了 那我现在拿过去 那我们烤好之后呢 那我们烤好之后呢 你见我已经将一些椒丝 放在底下 然后鱼柳就放在上面 那你见到我这里呢 就夹了几条红椒出来的 那这里夹了8条左右 那我把它剪成粒粒 另外旁边呢 就有一汤匙的青葱粒 那些红椒粒和青葱粒 就撒在表面了 撒在鱼的表面 我另外有两片柠檬切角 就用来做装饰的 放在鱼上面 那我们铺好之后呢 就用个筷子 把汁淋上去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烤完之后呢 那些汁呢 就有一些肥膏在那里 没那么漂亮的 那所以我通常就会用个筷子 然后呢 就把那些汁倒下去 多漂亮 那就做好了 这么简单 大家不妨一试吧